谢谢 王指导如果是您来给他 这场比赛打分 他一会儿的每一个动作 请您给予我们一个 您做出的GOE加减分的一个评价 好的好的 后内典兵三周 翻身减二 后内典兵三周 摔倒减三 阿克萨尔两周 不加不减 可以加一 跳街验尸旋转 换蹲 蹲转 可以加分也可以不加分 公身旋转 可以加一 接比尔曼 可以加一 可以加一 它这个可以加一 是后内三周 换足接另外一个后内三周 后内典兵三周 有辅助搭兵的嫌疑 这个看裁判 根据情况 不想慢放 可加 可减 也可以不减 再加一 后内典兵三周 连后内典兵两周 加一 阿克萨尔两周 可加可不 不加 阿克萨尔两周 刚才的接续步可以加1 不要看圈短 加1 李湘宁的自然华表演结束 花样滑冰它是一个打分项目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 裁判它真的是 可以说是整个掌握了选手们的生杀大权 而且现在的规则我们会发现 有的分是可加可不加 这是由裁判来掌握这个尺度 对 裁判员根据他的对规则的理解 然后对运动员现场的表现 好 那么现在我台记者杨迪 已经开始准备对李湘宁做一个采访 我们来听一下 向您首先祝贺你拿到这个冠军 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你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完整 什么原因 就是整体的感觉上有一点累 可能也是因为这块是高原嘛 和平时的在家不一样 不太一样 那这些技术动作平时在家训练的成功率怎么样 平时在家训练的成功率大概在90%以上 我觉得你今天可能还是赢在了难度上吧 对 今天还是赢在了难度上 但有的跳做的也并不是特别好 希望下次能做得更好 我觉得很快你就要去挪威代表咱们国家去参加冬青奥会了 对自己的这种第一次的奥运会吧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就是不知道去那个地方会怎样 但是就觉得挺高兴的 也努力 然后给中国争光 你应该算是现在中国女单青年选手中比较优秀的选手 那我想北京的2022年冬奥会 你一定也有点憧憬吧 对自己 是有点憧憬 但是希望自己能够亲身体验一下 再以运动员的身份去参加那个比赛 我知道你从这个赛季开始 国家也送你去国外参加比赛 以往你们可能在国内只能参加冠军赛 锦标赛两个比赛 我不知道你通过这种比赛 你是不是觉得通过比赛特别能锻炼自己 提高自己 是不是也希望能多参加比赛 对 也是希望多参加比赛 这样能更好地提高自己 跟外国的选手也好好学习一下